蔡幸娟去年圣诞节才刚结束与资深制作人前夫谢孔中金六年婚姻 但昨一周刊却惊爆她与已婚的王勇在二房长子王文瑶过从甚密 二人从情人节前夕 十天之内陆续在六幅皇宫饭店开房间密会三次 震惊各界 昨蔡幸娟本人手机关机她的前夫谢孔中除自曝前妻上饭店的天真行径外 也带上火线消毒 我个人觉得她绝对不会跟人怎样 我也问过她 她目前心情很好 因为自认为没有做错什么 没有必要多解释 42岁的蔡幸娟被曝搭上已婚49岁的王文瑶 前夫谢孔中昨余怒未消表示 前天刚从大陆返台就收到这份大礼 我一早就把杂志内容看完 越看越生气 简直是看图说故事 接着马上打电话关心她 她也跟我解释 是去参加朋友聚会 里面都有其他人 也有她的经纪人 不是只有孤男寡女 据悉 蔡幸娟因曾帮王永浅唱歌助寿 采与王家人熟食 她与蔡幸娟从结婚到离婚历时六年 彼此人协议共同抚养女儿淡淡 如今面对前期丑闻 她也坚持分手不出恶言 离婚是我提的 坦白说至今我还是觉得对不起她 尤其当了朋友后反而没有压力 现在的我反而比较能以朋友角色跟她沟通 她口中的蔡幸娟温柔体贴 不会乱发脾气 动不动就会流眼泪 是个很好的女人 可惜个性有些天真 谢孔中解释 大约七八年前 我曾载她去当时敦化南路上的小七华饭店 她阴遇马来西亚人谈唱片 也没有想太多 就单独赴对方房间讨论 我在楼下等 事后才意识到 万一有人拍到不是有理说不清 所以你看她个性有多傻 但她与王文尧被拍到的照片中 多张是她穿饭店拖鞋的放松状态 加上表情谨慎 难免起人疑斗 谢孔中说 我也问过她 但她却回答我 我又没怎样 难不成要找警察随时跟在旁边吗 让我无话可说 但我也提醒她 你越小心人家就会更认点你有鬼 事实上 蔡幸娟穿梭在五星级饭店 也实有所闻 本报记者去年底就曾在京华酒店 与她巧遇 当时她神色匆匆 仅表示要上楼找朋友 谢孔中解释 她离婚后心情不好 经常找朋友出去吃饭 发生这些事 我女儿怎么办 我女儿的妈真可怜 不要再伤害她了 另上月底她爆发离婚的消息 当时记者曾询问她感情状况 有没有追求者 她曾以 现在没有这样的心情回应 进一步再问传闻 她与王文尧走得很近 她马上就说 不要乱说话 而昨她手机关机 记者传简讯请她回电 她也并未做回应 与她认识十多年的资深制作人 张富作表示 很訝異 她个性很低调 私生活很少让人知道 新浪娱乐讯 由小邓丽君称号的台湾歌手蔡幸娟 流年一开春就爆出 与制作人老公谢孔中 早在去年底结束六年婚姻 并被台湾媒体 直击与有夫之妇 十天之内在饭店优惠三次 对象是 台宿小王子王文尧 蔡幸娟嗓音甜美 当年以一手心心之我心走红 现年四十四岁的她 流年一开春 就劲爆于制作人老公谢孔中 早在去年底结束六年婚姻 当时她对外宣称 没有第三者介入婚姻 只是单身没多久的蔡幸娟 却被台湾媒体 直击与有夫之妇 十天之内在饭店优惠三次 而且这个已婚男子大有来头 她是台宿集团创办人之一 王永在的小儿子 南亚副总王文尧 近日出版的台湾一周刊爆料 台宿小王子王文尧 与刚离婚不久的歌手蔡幸娟 普出不伦恋 前天中午十二点许 王文尧发出声明 指周刊报道内容多数不实 强调将保留法律追溯权 不排除提出告诉 蔡幸娟前夫谢孔中 第一时间得知消息 还是立刻出身为前妻护航 谢孔中受访时说 蔡幸娟是公众人物 有饭局很正常 前两人离婚是因为 她长期在内地工作 没有办法照顾蔡幸娟和小孩 绝对不是因为第三者 至于王文尧的事情 她不清楚 对于一周刊的报道 她感到相当震惊 而蔡幸娟本人 前天则对台湾记者表示 绝对没有和王文尧密切交往 直呼这一切实在是太夸张了 但她随即挂了电话 电话持续关机 不再对外回应 根据一周刊报道 蔡幸娟与王文尧 于情人节前一天 特别到五星级饭店开房间 提早欢度浪漫情人节 两个人偷偷摸摸进台北六福皇宫饭店后 欢度四小时的时光才离开 报道指出 他们不像一般的房客由大唐进入 而是将车子停在货车停车场 直接搭电梯上楼相会 平时不戴眼镜的蔡幸娟 为了掩人耳目都是素颜戴眼镜出现 目前担任南亚副总裁的王文尧和太太 林千惠欲有一子 不过八年前 王文尧曾和婚外情的李姓女友 为了私生女闹上法庭 也因此 王文尧被父亲王勇冷冻起来 直到三年前才让她参与台速事务 除了情人节前的浪漫约会 一周刊发现 王文尧 蔡幸娟两人分别在2月5号 10号二人也以相同模式 前后进入饭店 待了一下午后才离去 这首问情随着当年那部戏 说乾隆活遍两岸三地 而蔡幸娟无疑是最能完美诠释这首歌的人 她温婉略大哀伤的嗓音 曾让无数人动容 出道30年 发行超过35张专辑 东方云雀 中国娃娃 小邓丽君等等称号 都与她联系起来 然后拥有优美歌声的背后 却是蔡幸娟一段有些气散的童年 小时候的蔡幸娟非常不幸 父亲沉迷独博 全家举诈连连 经常为了躲诈而选择搬家 就是在这样动荡中 让蔡幸娟极度缺乏安全感 后来为了吃口饭 她六岁变到歌厅唱歌 那时候根本没有收入 只有能勉强填饱肚子的便当 宝剑锋从魔力出 也正是因为贫困的童年生活 让蔡幸娟可以有机会锻炼自己的唱功 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歌唱经验 这种经历也是一般人很难获得的 凭借出色的嗓音 年近14岁的她就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夏之旅 靠着柔美的唱腔 让她这张专辑一经推出 就超越正当红的凤飞飞的 就是溜溜的她 并且霸占综艺100金曲榜冠军 长达半年 由此蔡幸娟一炮而红 各种赞誉接踵而来 尤其很多人认为她的身陷 与邓丽君非常接近 庄罗如此评价她 我听过好多好多小邓丽君 坦白地说 在台湾 在各地 除去蔡幸娟之外 没有做第二人选 由此可见 年纪小小的蔡幸娟 已经用实力征服歌坛 后来她陆续推出 乡村路上 小百合等专辑 张张大卖 并且靠着傲人的销售佳绩 成为年度最佳新人 事业上闯出一番名堂后 蔡幸娟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因为儿时太过贫困的生活和不幸的经历 让她希望可以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用再那么辛苦地打拼 可以让自己的下一代无忧无虑地长大 不要再步自己的后尘 于是很快她受到一位服装商人的垂青 两个人随即走到一起 就在蔡幸娟满心欢喜 期待可以进入自己的婚姻生活时 对方却转头娶了别人 这件事情给了蔡幸娟很大的打击 一度对感情失去信心 这不得不说是蔡幸娟因为过往经历 从而形成自己的性格缺陷而做出一次错误的选择 那时的她过度看重对方财力 从而忽视了其他方面 也正是如此她吞下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后来在内地演出时 她结识了同样来自台湾的电视制作人谢孔中 也正是对方的帮忙下 才让她买到了一张从安徽到长沙的机票 身在异乡能够得到帮助 这让蔡幸娟倍感温暖 而回到台湾后 谢孔中亲自到演唱会给蔡幸娟捧场 两个人感情发展迅速 并且在四年后在美国举行了婚礼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